好我们来讨论一下8.3的练习 8.3呢是在讲这个植物体的物质的运输 然后呢配对题 哎怎么配对题呢 应该是有那个图 我们来看看那个图 所以这里呢 他就问了ABC 那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个B应该是那个 A应该是木脂部吧 因为他比较靠里面一点 然后呢B就是A跟C之间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形成层 然后呢C的话呢就是那个韧脂部 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A是哪一个部分呢 A是木脂部咯 B呢是形成层 C的话呢是他的韧脂部 对啊然后呢再来呢是塞管 塞管呢就是韧脂部的 运输有机物的那个管 然后我们叫他塞管 然后呢我们叫导管的 是那个木脂部的部分 运输水分跟无机链呢也是 木脂部的部分 啊运输有机物呢 就是这个韧脂部的部分 然后进行细胞分裂的话呢 就是这个形成层 再来呢一般上呢 由由下 由下 由从下往上运输的 应该是水分吧 对不对更细水啊 然后把水分运上去的 所以是木脂不负责的 下面也是有叶子 上面也是有叶子 但是上面可能叶子 呃枯了啊 啊然后呢制造不到有机物呢 你必须要说 呃也需要养分嘛 没有理由说他枯了就不用养分 他下面的叶子呢 有时候会补上去的啊 就是说哪里缺营啊 他就运哪里了啊 只是我们一般上来讲呢 我们呃 一般的情况上面的阳光 应该也会比较充足一些啊 所以呢任皮部呃 运输养分呢 都是呃 比较大部分的情形呢 是上面运输下的 ok 所以呢这个跨铁山的部分呢 大概是这样子